如果我想要的時候 我當然也是會換衣服啊 就是 所以你就是有兩種 好純真喔 但我老公就是喜歡清純派的 對 穿 這清純的耶 對 我好可愛喔 穿衣袍 但這也滿性感的 所以大家都說是 這個進入婚姻 就是愛情的墳墓 但是呢 我發現你們都很有 經營婚姻的天分 跟聚會 我看語文也是不遑多讓 因為我老公也是天蠍座 我以前是很直來直往的人 這個是碰到就疊對疊 因為他想得多 你就要跟著想 因為你直接對他 就不會有好成果 那我就發覺 因為我的 我老公就是出了名 他很疼兩個女兒 那女兒當然很可愛很漂亮 他覺得 然後女兒又會撒嬌 那我後來是學了 看了宮廷劇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人就是 我以前會把女兒 當成我的敵人 好像你老公一樣 會把兒子拿來針鋒吃醋 後來不是 你知道嗎 我覺得人最重要 就是要聯絡次要敵人 籠絡次要敵人 去打擊主要敵人 因為你知道 皇后會老 是 皇后失去美色 對 她底下有很多丫鬟跟貧妾 幫忙她 利用她們去籠絡皇上就好了 太好了 所以我的女兒 現在就是我的貧妾 我選進來的妃子 我選 我選 自己生的 皇帝選妃手 皇后可以有在旁邊 絕對 所以我女兒是我生的 就是我選進來 給皇帝的妃子 所以 他們是站在我這邊 你們後面走火入魔的 在我演習工作的一起 我待會三點要去醫院 放棄 然後我後來發覺有一件事 是剛好那麼巧 我很喜歡戴耳環 我就偶爾會買一些小耳環 但我女兒喜歡粉紅色 有時候戴一個粉紅色的耳環 他說媽媽這耳環好漂亮 是什麼耳環 我說香奶耳啊 好漂亮 我說男生一定要買香奶耳 給女生喔 我隨便講喔 我女兒記在心裡了 然後有 他就說媽媽這個耳環以後 可以給我嗎 我說爸爸會買給你啊 然後什麼什麼的 Anyway 到了母親節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母親節我就說 那我們要出去吃飯 然後買什麼什麼 我女兒突然說 爸爸買香奶耳啊 媽媽最喜歡香奶耳嘛 真的 男生都一定要買香奶耳 給女生喔 做得好 好可憐 好精益的這種 我就隨便講 好可憐 對 她的心急需 最重要是後來的 到底 為什麼 我穿酒丹腦 酒丹腦的衣服 真的 我女兒問說什麼牌子 我都說香奶耳 就所有都香奶耳 所以她就說 這些很漂亮 香奶耳 這個很漂亮 香奶耳 所以她會覺得 爸爸要買東西給媽媽 就買香奶耳 對 就對了 然後以後我的男朋友 買東西給我 就是香奶耳 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妳看 妳就籠錄了次要敵人 我覺得妳們這樣分配是對的 對 是不是 我們兩個就是 單純的 單純的 我們是傻白甜 傻白甜 好香 老師妳也行 是不是後宮徵環傳 不好意思 因為我講說那一套 我們也很難敢借 對啊 都要做我們的心機了 但問題是老公 又心甘情願買單 沒有一定的 他們就是會吃這一套 妳叫她買香奶耳 她不會 女兒叫她買 她會買啊 對啊 因為她 女兒看到媽媽得到 香奶耳的喜悅女兒也會 而且她會覺得 那個以後是給她的 她會說 這個是媽媽以後要留給我的 妳買這個給媽媽 媽媽喜歡 然後她以後留給我 為什麼這麼晚 才找妳們兩個來分享 是不是 我先生跟他先生應該真的是同族 因為我先生本身也是感覺很喜歡拉扯 很神秘的那種人 對 他有些東西像 神秘 他從來 像我先生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其實是每個月會固定給一筆 家用給家裡用的 比如說假設是十萬塊 可是呢 我會發覺就是有時候不夠用 譬如說有些大筆的支出 譬如說出國 或是女兒突然要學什麼不夠的 那我們自己有在賺錢就會補 那補了之後 可是幾個月之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知道這筆錢不太夠用 我可能要重新申請 譬如說十萬是不夠 可是要十二萬 他就會說 男人都會這樣 他說怎麼花那麼多錢 他一定會說 我給你錢你怎麼亂花 記帳啊 你都亂花錢 你們每天吃山喝辣 我在外面賺錢好辛苦 都會這樣 因為他沒有看到 他沒有看到就是說 你平常怎麼顧小孩 怎麼帶小孩 怎麼辛勤的勤儉持家 那這時候數字會說話 下載一個APP記帳表 我後來怎麼摸透 就是我要怎麼寫呢 今天去了Seven 買了一罐養樂多 我極力阻止女兒說 我都寫那麼詳細 我說我極力阻止女兒說 家裡錢不夠 他非得要喝 買了那瓶養樂多之後 他燦效的臉部 十二塊 八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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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APP是用來記帳 不是來寫日記的 而且八塊的養樂多 你寫八百字的作文 你有這個必要嗎 從八塊的養樂多 八塊寫這麼久 從八塊養樂多 到八千塊的銅妝 你都可以這樣寫 因為你只要講 就是你才藥的 對 就是因為實際上 他會覺得你花了很多錢 可能是為了你自己的私欲 但當你寫出來 每一筆每一筆的款項 是為了女兒 你說今天去吃了大餐說 女兒堅持要吃乾式熟成牛排 不是我不是說 你女兒吃到什麼 乾式熟成牛排 這個後宮太可怕了 但是這樣的時候 她就會心甘心願 女兒好承受什麼都知道 對 不知道像男兒子 他女兒以後的男朋友 沒有口袋不夠什麼感覺 他就是一定要見識很恐懶的 反正我老公就是要看到數字 但數字會說話 看到之後他就不會講話了 對 他就會直接掏更多錢出來 宇文妳的性感是什麼 其實我應該是這樣講 我的落差就是我平常 因為我跟他們比較是因為 比如說很多人是青少年就看我出道 因為我很早出道嘛 所以我老公一直都覺得 我是一個明星 然後我一開始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時候 他覺得跟我在一起壓力很大 因為他心目中可能就會覺得 我們都是藝人 然後是明星 然後我也出去的時候 都會化妝打扮得很漂亮 所以他最喜歡是我很樸實的時候 這也太樸實了 我很高興 很高興 這樣很可愛 怎麼了 他就喜歡看到外面的何宇文 是很光鮮亮麗的 可是回到家用一個鯊魚夾 然後沒有化妝 然後蹲在那邊幫他整理家裡 然後幫小孩子擦東西 你確定了 他會覺得我人家擁有的 因為我老公 老實講 就是說 老實講 我以前也算是有個風評 就對男朋友都很壞的那種女生 就是說我以前不是溫柔 也不是好搞的女朋友 所以他多少 他有耳聞過 聽過 所以他心裡想說 當初那個意氣風發的女明星 已經不見了 他現在在家幫我當狂臉 他就會更想要有 有種征服感 對 那當然就是說 這是平常家居的樣子 因為這個家居的樣子 是讓他安心的 不再是以前那隻花蝴蝶了 但如果我想要的時候 我當然也是會換衣服 就是 所以你就是有兩種 好純真 但我老公就是喜歡青唇派的 對 這是青唇派的 對 我很可愛 青唇 但是這也滿性感的 我老公也要很誇張的 對 因為它是純性感 我老公就是喜歡那種 可愛 純真的 對 因為他可能喜歡的 就是有點就是 就是純真育營環具那種感覺 這樣子 所以我平常就是會很老實的 穿上家居服 讓他知道 就我已經屬於你 我是一個乖乖的家庭主婦 那我想要的時候 我就會穿上可愛型的這樣 啊 i know 啊 呀 我